基础物理2A 4-1万有引力 这是106年4-1万有引力的平时测验 第一题 地球质量约为月球的81倍 若地球到月球的距离为低 将月地视为止点 则太空船距离地球多远的地方引力会等于0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 题目说地球的质量是月球的81倍 所以月球质量如果是m 则地球质量会是81倍是81m 现在要问如果有太空船 它距离地球多远的地方 受到的引力会等于0 假设太空船是在这个位置 而太空船质量是小m 如果地球带太空船 这个距离如果x 让全部距离是d 因此左边这一段距离是x 右边这一段距离会是d 减掉x 现在太空船受到向左的力 这个是地球的引力 和受到向右的力 这是月球的引力 两边的力如果相等 这时候所受到的引力会等于0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让f 地球跟太空船之间的引力会等于f 月球跟太空船之间的引力 可是地球跟太空船之间 距离是x 这是月球跟太空船之间的引力 两边相等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这时候合力会等于0 则通船它所受到的引力会是0 两边相等 所以我们gmm gmm约掉 剩下x平方分之81 会等于d减x的平方分之1 左右两边开根号 所以x分之9会等于d减x分之1 交叉相相称 所以1乘x x等于9d减掉9x 所以一向过来10x等于9d 因此距离x等于10分之9d 所以太空船跟地球之间 距离是10分之9d的时候 汤船所受到的引力会等于0 所以第一题1的答案 第二题 乘上题 有一个火箭在地球跟月球的零星线上 当其距离月星的距离是A时 汤船受月球与地球引力合刚好等于0 则A比D会等于多少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 这里左边这个地球 右边这个月球 火箭在两个零星线上 因为地球质量是月球的81倍 所以月球质量如果大M 地球质量会是81倍 所以81倍大M 假设火箭质量小M 则地球到月球全部距离是D 可是提问说 火箭到月星右边这一段这个距离是A 因此全部距离D 右边是A 所以左边这里的距离是D-A 现在要问火箭在两个零星线上受到的合力会等于0 则火箭跟月球的引力 这是F月球和火箭之间它们的引力 要等于F地球跟火箭之间它们的引力 所以向右的引力要等于向左的引力 可是火箭和月球之间的引力 距离是A 所以A的平方分之G 月球质量大M火箭质量小M 所以把大M乘以小M 这个是火箭和地球的引力 这个是火箭跟月球之间的引力 这个是火箭之间的引力 要等于火箭跟地球 因为火箭和地球距离是D-A 所以距离的平方分之G 地球质量是81M 火箭质量小M 所以两边相等 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合力等于0 GMM GMM两边抵消 因此A平方分之1 会等于D-A 括号整个平方分之81 两边开根号A分之1 等于D-A分之9 交叉相乘 所以1乘上D-A 等于9A -A一过来 所以D等于10A 所以距离A等于110D 所以火箭和月球 它们之间距离110D 所以现在题目要问 A比D是几倍 所以A比D等于 把D除下来 因此等于10分之1 所以第二题B的答案 第三题 若编号K24 与编号K25的星球 质量分别为25M和2M 两者零星线长度是L 既有一个质量小M的彗星 穿过两星球连线的中央 则使彗星受到的万有引力有多大 我们看底下这个图 这里有两颗星球 左边这一颗如果是K24 右边这一颗如果是K25 两颗星球质量分别是25M和2M 所以左边这一颗K24是25M 右边这一颗是2M 两颗星球它们之间连线线的距离是L 现在在中间有一个彗星从中点的地方穿过 所以既然是中点 因此距离左边有1 2 L 距离右边这里是1 2 L 假设彗星质量如果小M 现在要求彗星受到两星球之间的引力 合力会等于多少 因为彗星受力是刚好在中间的地方 所以彗星和K24有向左的力 和K25有向右的力 两边距离相等 可是左边质量较大 所以向左的力会大于向右的力 因此合力等于 我们把向左的力 剪掉向右的力 所以等于向左 因为距离是1 2 L 因此2 1 L距离的平方 分之G 左边质量25M 而彗星质量小M 所以质量乘积 在分子的部分 距离1 2 L 是在分母的部分 距离平方 这个是向左所受到的万有引力 减掉向右 向右距离还是1 2 L 所以距离的平方 分之G 乘上两个星球质量 2 M和M 因此2 M乘以M 这个是向右的万有引力 分母一样 所以分子直接两个相减 所以等于分母 2 1 L 我们先平方 变成1 4 L平方 而分子25个G大M小M 减掉两个G大M小M 所以还剩下23个G大M小M 分子分母乘以4 我们把四分之一去掉 所以就变成了L平方 分之23乘以4 变成92G乘大M乘小M 这个就是中间的彗星 所受到的万有引力 所以彗星受到两边万有引力和 是L平方分之92G大M小M 因此第三题 C的答案 第四题 两支点相距2M 两支点的万有引力是F 预保持两支点之间的引力是F10 则当其中一个质量 增为原来的16倍 则此时两者的距离应该是多少 我们看底下这个图 假设有两支点 这两支点如果我们叫做A和B 这两支点相距2M 2公尺 所以AB距离2公尺的距离 这时候他们之间有万有引力是F 所以向左向右 两个万有引力 力的大小是F 现在如果要让两支点 他们之间的引力仍然保持F 可是要让其中一颗变成质量 是原来16倍 所以A的质量如果变成原来的16倍 所以如果本来左边这个是A 现在质量变成16A的质量 而右边质量保持不变 所以右边质量还是B的质量 可是如果要让两个之间受力仍然保持F 则它的距离必须改变 这时候距离如果变成了X 则X会变成多少公尺 因为原来的万有引力会等于后来的万有引力 所以我们要让F原来的力 等于F后来的力 可是从图上原来的力 A和B之间本来距离是两公尺 所以两公尺的平方分之G 我们假设A的质量是A B的质量是B 所以乘以A的质量乘以B的质量 这是原来两个物体之间的万有引力 要等于后来距离变了 假设后来距离是X 所以X的平方分之G 可是质量A变成16倍 B质量保持不变 所以A质量变成16A 而B的质量则还是B 因此两边引力如果要维持相等都是F 则GAB GAB约掉 左边剩下2的平方四分之一 等于右边X平方分之16 两边开根号 所以二分之一 等于X分之4 所以交叉相乘 X等于12变成8公尺 所以两支点之间距离变成8公尺的距离 这时候引力会维持原来的F 所以第四题 猪的答案 第五题 以致牛顿的万有引力 F等于R平方分之G 乘大M小M 则引力常数G 它单位的单位是N的A次 乘上KG的B次 乘上M的C次 现在要问2A-B加3C会等于多少 因为牛顿的万有引力 F等于R平方分之G 乘大M乘大M乘大M乘以小M 把R平方乘上来 所以F乘以R平方 等于G乘大M乘小M 现在要问引力常数的单位 所以引力常数G等于 我们把大M小M除到分母来 所以大M小M分之F乘以R的平方 因此G引力常数是大M小M分之FR平方 所以G的单位 F是牛顿乘上R距离 量之间距离 我们用SI字 这是公尺 水公尺的平方 除以大M质量公斤 小M质量公斤 水公斤乘公斤 这里分母是公斤的平方 因此我们写成次数 所以是N的一次 乘上M的二次 再乘上KG的负二次 所以我们和N的A次 乘上KG的B次 乘上M的C次 我们对照系数 N的A次 所以A等于1 KG的B次 所以KGB等于负二 M的C次 所以M的平方C等于2 所以 A-A-B-2 加3C 乘以2 所以等于2加2加6 所以等于10 所以2A-B加3C 结果等于10 第五题A的答案 接下来题组 太空中有AB两个指点 质量分别是2M和M 两者自相距L从镜子开始释放 则第六题 释放瞬间两者的万有引力 FAB比FBA等于G比G FAB是A给B的作用力 FBA是B给A的作用力 A给B和B给A 两者互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因此FAB会等于负的FBA 所以两者的量词 万有引力的量词会相等 所以第六题A的答案 第七题 乘上题此时AB两指点的加速度比会等于G比G 因为A给B的力是B受力 B受力是B的质量M 乘以B的加速度AB 等于负的FBA是B给A的作用力 B给A是A受力 所以A质量2M 乘以A的加速度是AA 两面加速度的量词我们取绝对值 所以质量M消掉 这时候AB等于2倍的AA 所以A的加速度比上B的加速度 等于1比2 因为F等于MA 这个是牛顿的第二运动定律 当F受力相同的时候 质量和加速度M和A是乘反比 所以A和B质量2M和M A跟B质量2比1 所以两个加速度比1比2 所以第七题B的答案 第八题 乘上题此时A指点运动的加速度是多少 因为AB之间相距是L 所以它们之间的万有引力F等于 距离L 所以L平方分之G A的质量2M 乘上B的质量M 这是A和B之间的万有引力 而这个万有引力 受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 A的质量2M 乘以加速度AA 所以两边把2M约掉 因此A的加速度 等于L平方分之Gm 这个是A的加速度 所以A的加速度是L平方分之Gm 第八题 A的答案 第九题 乘上题此时AB两指点之间相对加速度的大小是多少 因为我们刚求出来A的加速度 AB两指点之间相对的加速度 我们还要求B点的加速度 所以AB之间的力距离是L L平方分之G A的质量2M 乘上B的质量M 这是AB之间的万有引力 而这个万有引力等于B的质量M 乘以B的加速度 所以把M约掉 所以B的加速度 就等于L平方分之2倍的Gm 所以先要求AB之间相对的加速度 也就是A A对B的加速度 我们把A的加速度 减掉B的加速度 两个加速度相减 因为对图形而言 假设A指点这个B指点 则A和B 它们连线距离是L 可是A受的力是向右边 所以A运动时加速度是向右 而B受力向左边 所以B运动时B的加速度是向左 所以A对B的加速度 两个相减 如果我们向右为正 则向右是L平方 分之Gm 减掉向左 因为B的加速度是朝反方向 所以减掉负的L平方 分之两倍Gm 所以负负变成加 因此变成了L平方 一倍加两倍 变成三倍的Gm 所以A的加速度是L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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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之三倍的Gm 因此第九题 猪的答案 第十题 两星球相距L 质量为16M和4M 一个质量M的彗星穿过两星球的某处 则在距离16M多远处 彗星受到的引力会等于0 我们先看旁边这个图 左边这一颗A星球 如果质量是16M 右边这一颗B星球 质量是4M 现在AB两颗星球本来距离是L 而中间有个彗星穿过 可是要求彗星受到的力 万有引力等于0 彗星从AB两个星球 结果彗星受到A的力 方向向左 而彗星受到B的力 方向向右 而彗星所受的合力 如果要等于0 则向左的力 要等于向右的力 因此彗星受到力F向左的力 要等于F向右的力 可是向左距离 如果左边这个距离是X 则向左的力X的平方分之G 乘A星球质量16M 假设彗星质量小M 则彗星和A星球 这是它们之间的引力 向左的力 要等于向右的力 所以全部距离L 左边有X 右边的距离是L减掉X 所以距离L减X 距离的平方分之G 乘上质量4M 再乘以M 这是B星球跟彗星 两个之间的万有引力 所以左右两边相等 向左等于向右 合力才会等于0 所以GMM GMM 约掉剩下X平方分之16 等于L减X的平方分之4 两边开根号 所以X分之4 等于L减X分之2 交叉相乘成2乘X 2X等于4L减掉4X 减4X一过来 2X加4X变成6X 等于4L减掉剩下X 所以X等于6分之4L等于3分之2L 所以距离A星球 16M的A星球 它距离是3分之2L 所以第十题 C的答案 11题 两颗西瓜靠得很近 但是万有引力却感觉不到 主要的原因最可能为何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 如果这里有两颗西瓜 一个A西瓜 一个B西瓜 A西瓜假设质量有A公斤 而B西瓜质量是B公斤 这两颗西瓜假设距离一公尺 则两颗西瓜 比之间万有引力F 等于距离一公尺的平方 乘以G 乘以A质量如果A公斤 B质量如果B公斤 这个是A和B 两颗西瓜 它们之间的万有引力 可是C上万有引力里面 引力常数G 等于6.67 乘以10的负11次方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引力常数数字带入 我们发现G是6.67 乘以10的负11次方 乘上A的质量 乘以B的质量 可是一般西瓜几公斤或者几十公斤 但是量质量乘起来 和引力常数相比 整个数值的成绩会非常非常小 所以这个数值极小 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容易察觉到万有引力的存在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察觉不到万有引力的存在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引力常数这个G值是6.67 乘以10的负11次方 在地球上我们感觉到物体受到地球的引力 因此造成物体的重量 可是这是因为地球质量非常的大 所以沉积才造成我们感受的结果 所以平常两颗质量小的物体 我们不容易察觉到万有引力的存在 这是因为C万有引力的常数太小了 所以日常生活中不容易察觉 所以11题C的答案 12题如右图 加密度相同 而且质量均匀分布的大小两个石心球 彼此外表相切 而且彼此相距R的距离 以此小球质量是小M 则大小两球之间的万有引力会是多少 因为题目说 这里有AB两颗球 两颗球它们密度是均匀 而且是均匀分布 B质量如果小颗的质量是M 我们要先知道大颗的质量是多少 因为密度是相同的 所以质量等于体积呈密度 所以密度相同的情况下 质量比会等于体积比 所以A球跟B球两颗球体的质量比 M A球的质量 比上M B球的质量 质量比等于体积A的体积比B的体积 可是体积比等于半径的三次方比 因此我们把A半径比上B半径 两个半径的三次方比会等于体积比 而体积比又等于质量比 所以现在A的半径是2R B的半径是R 所以两个的三次方等于8比1 因此B质量是M 所以A质量8倍是8M 所以B球质量M A球质量是8M 两颗球之间的万有引力 距离是从球心算起 所以从A的球心到B的球心 整个距离是A的半径2R 加R再加R 这是从最左边到最右边 两颗球心到球心的距离 所以总共有4R 因此万有引力F等于 距离4R 距离的平方分之G A质量8M 乘上B质量M 所以等于4的平方 16R平方 分之8倍GM的平方 所以约分变成2R的平方 分之GM的平方 所以12题 12题 两颗球之间的万有引力是2R平方 分之GM的平方 所以12题 C的答案 13题 物体 物体离地面高度H 所受到的重力F 它的函数关系应该是哪一个图形 我们看底下这个图 如果这一颗是地球 假设地球质量M 而地球半径是R 现在如果距离地面 这高度H的地方 在地球外部 距离地面高度是H 物体所受到的万有引力会是多少 如果我们把它画成图形 横坐标是物体到地心的距离 而重坐标则是所受到的万有引力 而物体如果在地表的地方 这里是地心 因为距离是从地心算起 所以从地心到地表距离是R 物体在地表上所受到的万有引力 这时候F等于距离是R 所以R平方分之G 地球质量大M 而物体的质量小M 这是在半径R的地方所受到的力 这个是FR 但是如果R大于地球半径 则这时候的万有引力F会等于R平方分之G 乘地球质量整颗地球大M 而物体质量则是小M 所以不管R如何增加 地球质量不变 物体质量不变 因此分此是一个常数 这时候F是跟R的平方乘反比 所以在地球外面 物体受到地球的万有引力 从G点开始 平方反比是一条曲线 因此在地球外部 我们的F是跟R平方乘反比的关系 而现在如果把原点坐标 改成从地表开始算起 则我们需要把坐标图 这时候在地表的地方图形不变 可是坐标轴从地心我们改成地表 这时候是这一条 而这时变成垂直高度 这个是H了 所以如果用R做距离表示 则这个R是从地心算起 它跟坐标轴不能相交 这是珠的这个图形 珠的这个图形 F是跟R平方乘反比 可是如果从地面算起 则在地面上高度等于0 这时候在地表还是有万有引力 而且这个万有引力 是直接等于R平方分之G大M小M 所以1的图形 横坐标是高度H 则这时候坐标轴 可以从0这一点算起 因此物体离地面高度H的时候 它所受到的重力 会是1的图形 所以13题 1的答案 14题 若A星球质量 是B星球质量的16倍 两者零星线长度是低 体能在两个星球零星线上 驾驶一个太空梭 当太空梭与A星球的地心 距离是A 两星球对火箭的引力和等于0 则A比D等于G比G 我们看底下这个图 这里有A和B两个星球 A星球质量是B星球质量的16倍 所以B星球质量如果M A星球质量16倍是16M A和B两个星球 它们之间距离是D 这是连星线的距离 现在在两个连星线 如果有个太空梭 太空梭跟A星球 D星距离是A 所以太空梭跟A星球 这个距离是A 可是A和B距离是D 因此右边这一段 太空梭跟B星球 距离是D减A 现在要问两星球对火箭的引力和等于0 火箭它受到A星球向左的力 是到B星球向右的力 所以两个力相等 这时候向左受力受A星球的力 向右受力是受B星球的力 而两个力相等 所以左边A平方分支G A质量16M 太空梭质量小M 所以乘上小M 这是向左的引力 等于向右距离是D减A 距离的平方分支G 乘B质量大M 乘以太空梭质量小M 是两边向左的力等于向右的力 所以GMM GMM 共因数约掉于4 左边A平方分支16 等于右边D减A的平方分支1 两边K跟号 所以A分支4等于D减A分支1 交叉相乘A A等于4D减4A 减4A移过来 所以5A等于4D 因此A等于5分之4D 现在要求A和D的比值 所以A比值5分之4 是4题B的答案 15题 当成熟的苹果由树上落下时 根据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 下列来向叙述是正确的 A地球对苹果有吸引力 但是苹果对地球没有吸引力 B苹果对地球有吸引力 但是地球对苹果没有吸引力 因为题目在讨论 地球跟苹果之间的万有引力 所以假设这一颗 这个是地球 在地球表面 这里如果有颗苹果树 上面有颗苹果掉下来 苹果落下是受地球引力 因此苹果落下的方向 一定是指向地心的方向 而这时候是苹果受到地球的万有引力 如果这个力是F1 可是有重力就有反重力 地球吸引苹果向下吸 所以苹果吸引地球往上吸 重力反重力的关系 F1会等于F2 F1等于地球吸引苹果 受力是向下 这个是苹果受力 可是F2是苹果吸引地球 则地球向上吸 地球受力是受到苹果的力 这时受力是向上 所以地球吸引苹果 苹果吸引地球 F1跟F2 两个力的大小是相同 可是受力方向是相反 所以如果只考虑力的量值 则地球对苹果有吸引力 苹果对地球也有吸引力 可是这两个系列的大小 等于会互相相等 所以地球吸引苹果的力 等于苹果吸引地球的力 因此15题 1的答案 16题 假设地球半径为R 当物体从距离地面2R处 掉落到距离地面R处 其重力为最初的苹干贝 我们看底下这个图 如果这一颗是地球 地球质量大M 而地球半径是R 假设有个物体从距离地面2R的地方 因为离地面是2R 所以如果距离从地心算起 这时候距离地心 这边是3R的位置 所以从地面2R的地方 掉落到距离地面R 可是离地面R 实际上离地心是2R的地方 所以一个物体 假设质量小M 从距离地心3R 落下到距离地心2R 后来的重力会是最初 也就是2R的重力 是3R重力的多少倍 因此F后来的重力 比上F原来的重力 两个重力的比等于 因为后来是在2R的地方 所以离地面是R 离地心2R 2R的平方分之G 地球质量大M 而物体质量小M 这是物体跟地球 它们之间的万有引力 可是物体原来离地面2R 所以物体原来离地心3R 所以距离3R的平方分之G 地球质量大M 物体质量小M 所以分此两边直接约掉 这时候2R平方变成4R平方分之1 比上3R平方变成9R平方分之1 把R平方约掉直接区分母 等于9比4 所以后来的引力 是原来引力的4分之9倍 因此物体从2R 所以物体从距离地面2R 落到距离地面R C上是从距离地心3R 落到距离地心2R 则后来的重力 会是原来的4分之9倍 因此16题1的答案 17题 母星球的质量是地球的3倍 半径是地球的2倍 在地球表面上 收理大小F的物体 至于该星球表面时 是受到万有引力的量值是多少 我们看底下这个图 如果上面这个抹星球 质量是地球3倍 底下这个是地球 上面是抹星球 星球质量是地球3倍 因此地球质量M 这个星球质量会是3M的质量 半径是地球2倍 所以地球半径1倍 地球半径R 星球半径是2R 现在在两个星球表面放物体 所以在地球表面放个物体 在星球表面放个物体 假设物体质量小M 则现在要问 物体在地球表面 受力大小是F 则在星球表面 受力大小是多少F 所以F 在地面上所受到的万有引力 等于距离是R 所以R平方分之G 地球质量大M 物体质量小M 所以R平方分之G大M小M 这是物体在地面上 受到地球的万有引力 可是物体在星球表面所受的力 F 星球表面受力大小 等于距离 从地心到地表是2R的距离 所以2R的平方分之G 星球质量是3M的质量 而物体质量则是小M的质量 所以乘开来等于4R平方分之3倍的G 大M小M 所以等于4分之3F的力 所以在地面上受力大小是F 在星球表面受力大小 在星球表面受力大小4分之3F 所以17题 B的答案 18题 一个物体从离地表深远的高空 落至地面上时 则所受重力的大小会有什么变化 我们看底下这个图 如果这颗地球 地球质量大M 地心在中间 这个是O点 而地面这个地球半径 这个是R 一个物体从空中落至地面 假设物体在这个位置质量小M 而距离地面高度 这个是H 使用物体受到地球的引力 因为F等于 引力是R加H 距离的平方分之G 地球质量大M 而物体质量小M 因此物体受地球引力 这时候物体在地球外部 受力的大小跟距离平方成分比 所以如果距离地心越远 这时候H越大 因此受力F会越小 所以当物体从距离地面高度H 慢慢靠近至地球表面时 这时候物体受力会逐渐增加 所以在半径R的地方 受力是F 而这个F是当H等于0的时候 F直接就是R平方分之G 乘大M乘物体质量小M 所以物体受到地球的万有引力 这时候直接是一个平方反比的关系 所以在地球表面 受力会是最大值 因此物体在落下过程 距离地面越近 越靠近地面 引力会逐渐增加 所以从空中落至地面 所受的力会一直增大 因此18题C的答案 19题 两个相同大小的石心铁球紧靠在一起的时候 两颗铁球之间的万有引力F 若取两个相同材质 可是质量变为原来的8倍 半径则是原来2倍10 这两颗铁球紧靠在一起 则彼此之间的万有引力会变成多少 我们看底下这个图 这里有两颗石心的铁球 原本两颗铁球半径是R 所以左边半径R 右边半径R 这两颗大小相同的石心铁球 假设左边质量M 右边质量M 两颗相互靠在一起 彼此之间从球心到球心距离是2R 这时候的万有引力F等于距离2R 所以距离的平方分之G 乘两颗质量大M乘大M 所以是M的平方 因此这时候两颗星球万有引力是4R平方 分之G乘大M的平方 可是现在把两颗球质量变成原来的8倍 所以原来质量本来是M 现在两颗球质量都变成8倍 所以左边质量8M 右边质量8M 可是半径变成原来两倍 所以左边这颗球半径是2R 右边这颗球半径是2R 这个是半径变两倍 可是质量变8倍 这时候的万有引力如果叫做F1 则两颗球相吸 万有引力从球心到球心距离是4R 所以4R的平方分之G 乘左边质量8M 右边质量8M 所以8M乘上8M 因此等于16R平方分之64倍Gm的平方 所以64跟16约掉变成4倍 因此等于R平方分之4倍Gm平方 所以后来的引力F1 比上原来的引力 原来引力是F 可是后来的引力是R平方分之4倍Gm平方 而原来的引力F是4R平方分之Gm的平方 两边我们把Gm平方分之1 变成4比上4分之1 所以等于16比1 所以内向相乘等于外向相乘 这时候可以得到F1等于16F 所以原来物体所受的引力是F 这两颗球把半径变两倍 质量变八倍 这时候受力变成16F 所以19题B的答案 20题 质量为小M与2M的两个人造卫星 本来距离地心是R和2R 这两者受到地心引力的量值比会是多少 我们看底下这个图 如果这一颗是地球 地球质量大M 现有两个人造卫星 M和2M的人造卫星 距离地心是R 所以从地心算起 如果这个距离是R 这个质量是M 而这段距离如果是2R 这个质量则是2M 假设M的人造卫星 这个是A人造卫星 2M的人造卫星 则是B人造卫星 则这两者受到地球引力 对于A人造卫星受力是FA 对B人造卫星受力是FB 则FA比FB等于 A人造卫星 A人造卫星到地心距离是R 所以R平方分之G 地球质量大M A人造卫星质量是小M 这是A人造卫星跟地球 它们之间的万有引力 比上B人造卫星到地心 距离是2R 所以2R距离的平方分之G 地球质量大M B人造卫星质量2M 是两者之间引力的比 我们把G大M小M G大M小M R平方 这里R有平方我们约掉 前面剩下1 后面2的平方4 所以4分之2 所以等于1比2分之1 所以等于2比1 所以前面跟后面 比值等于1分之2 所以比值等于2 所以20题 两颗人造卫星 一个在R的距离 一个到地心2R的距离 遭到地球的万有引力 比值等于2 所以20题 B的答案 目标不一定都能达到 但它可以作为瞄准点 朝向目标前进 那便是您努力的方向 愿这段话与您共勉 我们这个单元就到这里结束